三年前我跟我的前女友 准备要订婚 当时大家没有钱 就想着约亲戚朋友一起吃个饭 但是就在那天下午 我们两个翻遍了她的衣柜 但是却找不出一件 她觉得好看 体面拿得出手的衣服 她崩溃了 她跟下来在我面前哭了很久 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要你每天 都有漂亮的衣服穿 我想对在这个城市里 为了生活而努力打拼 努力奋斗的女孩说 我们烦心要做的 就是希望你们每天 都可以有漂亮的衣服穿 同样 我也想对我前女友 说一句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够伸装出新年一天 我希望你能够伸装出新年一天 我希望你可以伸装出新年一天 这就是凡星成立的初衷 成立的初衷 我送你回去吧 张警惠帮你盯着 走 我最后再说一句 那天打乒乓球 我输了 我愿赌服输 我真心诚意地祝福你 我祝福你在以后的生活中 都能一直以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谢谢陆总 我好像 包裁了这场酒 没有 今天的活动还成功 没多想 走吧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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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 你真的不能走 你走一会后悔的 晓妮 晓妮 这是你的选择 你那天晚上抱着我哭 这就是你的选择 你要先逃跑 晓妮 我熬了好几天的夜幕来了 你先让我回家睡觉好不好 真的来吧 晓妮 我 我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但是你真的不能走 你真的不能走 我 晓妮 晓妮 你早就会后悔的 你早就会跟你绝交 我怎么办 我哥好可怜 我哥好可怜的 你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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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他们俩的事情 你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怎么办 不哭了 我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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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月二十七 机场人山人海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 只有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她是在规划繁星的未来 还是在为余佳安的选择而悲伤 全家人商量好了 舅舅的事情先瞒着她 妈妈说过年就是团圆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团圆 我们都要开心一点 车开进小区的时候 我想起了我走的那一天 我带着希望 有机和十万块钱的 善养费去闯荡 如今钱没了还欠了债 而赵王最终也没有用 请我去拜访她的父母 不开心的我 看到爸妈和舅舅 远远地等待着我们的身影时 我决定要笑 我们都在笑 守在家里的他们 和漂泊回家的我们 每个人都在卖力地 向对方表演 我很好 我和许耀在机场 看到绿子杰送于佳安了 许耀装作没看到 发布会后 于佳安好像变了 刻意地从许耀的世界淡出 和我都不怎么联系了 我很生气 一直以来她都是我的灯塔 是她引领我 冲破那段平庸的婚姻 可是她竟然跟我说 她要选择合适的婚姻 而不是爱情 跟我来 妈 阿庄 你扣散是会了喽 走 走走走 管你害怕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 更好 走走 我们之中 还是张欣姐姐最洒脱 她说 不是每个人过年回家都会快乐 工作 婚姻 收入 关系 人脉 这些东西在职场上她就应付够了 过年对她来说 只是一次长假而已 她只想好好休息 亲爱的 新年要快快乐乐哦 记得你有我 记得你有我 这些东西 这个日子 没过的 在唐台山上 在唐台山上 超巩激的 这些东西 还有 那 maior 还在唐台山上 名 来 来 来 明年我要用一年的时间 在全国主要的一二线程度 布局十家 我们繁星的线下体验店 成都也在我的规划之上 我争取明年夏天吧 成都这边的门店可以开张 到时候办一个 大一点的开业仪式 你们都过来 给我捧捧场 要得要得 好好好 到时候 是不是姑妈就可以 不在外面买衣服了 都到你店上去买 好 等你开业的时候 我们晚上一排花篮 搞得气派一点嘛 对了对了 但是我估计 我明年真的会很忙 因为确实 是我们繁星 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估计可能忙到 连睡觉都得在飞机上 不过也好 忙完了明年 以后就能轻松点 要不这样 明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全家一起 出国旅行怎么样 姑妈 姑妈 怎么了 你姑姑 是为你高兴的 对对对 我当然了 药药这么有出息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算了 我高兴得很 徐昱 你就光吹嘘你自己 你也收收我呀 不是 关键你有什么好夸的呢 啊有 那个她做了一个欧洲梦 我的文案呢 要不是我的文案写得好 人家能给你投资吗 人家能给你投资吗 行了吧 人家光凭你那个文案 就给我投资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再给我写十个 我直接发家致富好了 我不敢 就我最厉害 就我问你 不然为什么有了我的加入 你就走向了人生巅峰了 行了吧 你不刻我就不错了 我错了 我还记得你啊 真的 别想到我啊 还记得我 我先去 您家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我出去走走吧 出去买些好吃的 不用不用 需要她姑说了 今年啊 咱们两家一起过 不过也行 你去买点年货 送人呢 谁让你答应 和他们一起过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们两家一起过 要不然又咱们母女俩 多孤单啊 自己过 你这孩子 你这 这怎么了 许耀她姑不说 你们俩挺好的吗 你是又闹矛盾了 还是又分手了呀 妈 我和许耀没缘分 咱俩自己也能 热热热地过年 你什么意思 你是打算单身一辈子吗 没有需要我就要单身一辈子呀 那个不让你单身能在哪儿 你带回来给我看看呀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要是不结婚 我死不瞑目 大过年 那什么死不死的 多不激励呀 再说了 谁说我不结婚啊 我都想好了 我 我要去相亲的 鬼性呢 你心里装着需要 你要你相谁呀你 我心里没装着需要 昨天晚上小姨给我打电话了 说那个 银行主任大孩子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你就放心吧 不许 要相就相需要 你们俩在一起最合适 我最喜欢的就是需要 你们俩有感情基础 她什么都不设就在一起 而且我们两家又知根知底 是不是 你跟需要在一起最好的 那就是天大的喜事 明白了吧 你妈才放心 我之前不想相亲 你非要让我相亲 现在我想相亲了 你又不让我相亲了 你要怎样 你那是真相亲吗 你根本就是敷衍我 我没有敷衍你 这次是真的 我一会儿就给小姨打电话 让她给我安排好了 你别跟李念怀她妈联系了 她妈要是再打电话 邀请我们去过年 你就说 我带男朋友回家了 我去打热打 新年快乐 辞职的事情年后在意 我相信我们都能找到 一个彼此满意的解决方式 陆总 你怎么来了 陆总 江青跟我说 你准备交接完以后 年后就辞职了 我向你这么优秀的员工 作为老板 我得来挽留一下 陆总 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我其实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陆总 那天发布会用了你做烟雾弹 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八卦对你的影响 因为是我 所以更容易让许耀死心 对吗 嗯 他觉得你能给到我的 他给不了 那你辞职 是因为要回避许耀 还是因为发布会以后 别人会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 都有吧 张青以前问过我一个问题 他说于佳安 到底适合做我的太太 还是适合做公司的骨干 他说这个选择题 必须由我自己做 我现在有的案了 你更适合做 公司的骨干 那天从会长离开后 我送你回家 在车上 虽然你一句话也没说 眼睛一直看在窗外 但是我能感受到 你心里的悲伤和痛苦 因为你爱需要 这份爱我真不赢 虽然我跟都督都很喜欢你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 谢谢你 陆总 谢我什么 谢我不再追你 谢谢你 认为我做你员工的价值 大于做你妻子的价值 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工作能力上的认可 那既然这样 请你以后 不要再把我当成工具人了 不认为我 如果有一天 你在心里能放下需要 请你第一个告诉我 谢老板发的年终奖 还有送我去机场 回来以后 一定请你和嘟嘟吃饭 咱们一见为定 你让我去 说 余佳恩 行了 别说了 你真的不主动跟他联系吗 他不想让我联系他 他不让你联系他 你就不联系他 你这次怎么这么听话啊 那舅舅跟我妈 都以为余佳恩 后天晚上 会去咱家吃年饭的 算了 别去打扰他了 就像他说的 当初我要走的时候 可以一走了之 凭什么他这次要走 我要来着他 他什么时候说的 发布会结束那天晚上 他给我打了一份电话 他说 他想找一份稳定的 可以脱底的婚姻 他想找一个 像陆子杰那样子 可以帮他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我这样 只会制造问题 你真的忍心 让他跟陆子杰在一起啊 不忍心原来怎么样 让他陪着我一起 承担风险呢 他还说来 苏伊比较适合我 适合做我的颤子 那哥 如果没有余佳恩 你会跟苏伊在一起吗 这样呢 那就说定了啊 明天下午 你和小赵几个面 知道了 小姨 放心吧 我肯定去 什么事 就是我 每天都会一夜 野验 这坨嵌 你去睡吧 你去睡了 舆着你看看了 猪子 我去睡了 你去睡了 你感冒了 咳得那么严重 对 就是感冒了 成都的冬天也够冷的 我明年正去给你画个电梯法吧 有地暖的那种 在屋里头可以穿台袖 我不要什么电梯法 怕楼梯可以躲那身体 要是有钱 你先自己留着啊 不要大手大脚 要不要大手大脚 不要想到穷的时候 嗯 我知道 这都什么呀 陆水同志书 毕业证书 准考证啊 这些你都留着干嘛呀 这些都是你一路走来的证明啊 以后你要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就给他们看这些 让他知道 他自己的爸爸 是怎么样优秀的一个人 那我儿子压力太大 这些东西呢 我就这样收好 放在这里 啊 我把它搁在我卧室的五度柜里面 你要是要找 方便 你莫名其妙收这些吧 这 我正在收这些东西 你就过来了嘛 还有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 余小姐 余小姐 你等一下 我都说了 我是为了应付我妈才来的 咱俩打个卡 彼此都能交差就行了 我不是应付我妈来的 我是想认真了解一下你 看张照片你就认真了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相信一见钟情啊 一见钟情倒谈不上 只是跟其他照片比起来 当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是我一辈子要找的人 和其他照片比起来 一个个女人到了你们这里 就成了一张张的照片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那意思 对了 我听你小姨说 你常年在北京 那你肯定对你家乡不熟悉了 这样 我带你到处逛逛 让你深度了解一下你的家乡 我是本地人啊 这本地人从外地回来的 那不就是外地人了吗 你们这种回老家 很容易把老家妖魔化的 这也看不上 那也看不上 其实换个角度看问题呢 那就不一样了 我要是说我没兴趣 也会不会到我小姨那里告状啊 那如果告你状有用的话 我就去告了 走吧 逛哪里 但我们先说好了 等逛完了以后呢 你也得跟我小姨说 我特别有意见 是你没看上我 好嘞 我去开车 喂 哪位 喂 你好 是于佳安于小姐吗 是我 我这边是婚纱店 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幸福爱侣影集展 有一张你和你先生 在我们这里拍摄的结婚照 正在展览中 同事今天才找到您当时留的电话号码 邀请您来看展 还有礼物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你们结婚 姜安要的婚纱点定情单 姜安老师说了 结婚当天穿的婚纱 新郎是不能提前看的 不吉利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遗憾 我把它留下了 现在给你吧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这么快就看婚纱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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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婚期定了吗 请问是拍婚纱照 还是订婚纱呢 我刚刚接到你们的电话 是我几年前的照片 在你们这里展览 我想取回照片 不展览 这样啊 展览在里面 先生 太太 这次呢 是我们开店十周年以来 把我们觉得拍出来 最幸福的夫妻的照片 进行了展览 不 我不是他先生 不对啊 你结过婚啊 对不起啊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一下我照片 先生 这件婚纱啊 就是您拿来的这张 定金条上的婚纱 这个啊 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每年都会定新的过来 您是要重新租这件吗 老婆 画好没有 画好了 快点啊 我看看 你不能看 不可以 怎么能好看 反正迟早都要看到 看看 不行 为什么 新能看到姓娘 出嫁时的衣服 叫第一次 别人都说了 第一眼必须是 在婚礼上看 否则会离婚的 什么眼睛 行啊 什么的 好 我去看看你 他长什么样子 我就是看看你们的 长什么样子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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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你根本就没有跟陆子杰在一起对不对 你爱信不信 我刚才听到你叫的陆总 就算我们现在分手了 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叫我许总吧 许总 你能不能放过我 你不过你也不过我认为你打开我身边就不过我认为你打开我身边的东西 如果我不配去见你父母 那我们就分手吧 妈 你咋了 你说 许耀和余佳恩到底是怎么了 不是 他跟我说他们要复合呀 说要回来一起吃饭 他怎么现在连电话 都不让我跟他联系了呢 你就那么想跟他吃饭啊 那是你舅舅的心愿 你舅舅觉得吧 余佳恩这孩子 以前就跟自己的女儿一样 比他需要强多了 这几年 你舅舅 老觉得对不起余佳恩 这不 他们要回来吃饭 你舅舅啊 精神都好多了 他这不来 我都没敢告诉你舅舅 妈 那咱们什么时候告诉许耀啊 你舅舅的意思呀 是等许耀回北京 他再去医院做保守治疗 说怕万一许耀知道了 不愿意回北京 再耽误了他的事业 事业 事业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了 你舅舅觉得 许耀认为重要的 那就是重要 那我出去一趟 年饭你自己准备吧啊 哎 一起改茶子 我就觉得重要的 我也觉得重要 我也觉得重要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是谁要得罪的 你又不是我 你也不跟我一起回成都 回到成都了 你也不跟我联系 我就你这么一个鬼 名想干嘛呀 那我以后跟赵昂吵架了 都没有人可以倾诉 没有 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 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婚婚 有时候一些痛苦的情绪 我们只能自己消化掉 对你对我都一样 我们已经过了 把自己的悲伤 四处宣扬的拧极了 你说的都对 但你这些大道理我不想听 明天晚上你先吃饭 来我家吃吧 不行 我得陪我妈 你带你妈一起 那成什么了 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我舅舅没亏掉过你吧 我舅舅没亏掉过你吧 没有啊 叔叔特别好 那你这次能不能 不考虑许耀 就当是完成我舅最后一个心愿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大过年了 别瞎说话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没瞎说话 医生说了 这是我舅 吃的最后一个年夜饭 许耀真的很可怜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失去你了 但这接下来 她会失去更多 所以这次 我选择站在她那边 你怎么会买 你说你还专门给我买套新衣服 这多浪费啊 什么叫浪费啊 多洋气 好慌 我小时候 就盼着过年 你省事检佣一年 才给我买一件好衣服 现在就应该轮到我给你买 好 那我们赶紧走吧 好 喂 过年好啊 大过年的 今天别聊工作了 不聊工作 我爸妈去国外度假了 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可去 就来成都旅游了 我现在在机场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能不能去你家 吃一顿瘦瘦瘦的牛肉面啊 你现在在机场 在成都机场 对啊 现在也不好打车 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那 那好 我现在过来 爸 你马上去一趟姑姑家吧 然后我先去机场接一个人 我提声音 像是个女孩子呀 我一个合伙人 他爸还给我们公司投了资 应该算是我的贵人 哎哟 你把赶紧去啊 来了就是给人我们好 还招待上家 走走走 你回来之前 你专门跟我打死 我这时候我们的来人 我好高兴哦 我买了一堆菜 没想到还是我们两个吧 我就现在 我现在只牵挂两件事情 你是许瑶的事业 怕许瑶起不来 过得不开心 而是 你跟许瑶的事 现在事业有起色了 他就盼着想见见你 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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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妈 我帮你一起做饭吧 就我们俩 也别整太多了 那可不行 既然是过年 就得有过年的样子 他们一个都不能少 也不许是 但是他就没有 有什么都不能少 你会来的 你快去做饭了 我快去做饭了 我快去做饭了 妈妈妈一天晚上一天晚上 你会来的对吧 祝爸爸妈妈生几天欢生日快乐 祝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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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昏昏 对不起啊 我今天晚上就跟我爸妈说 我有女朋友了 把你介绍给她们 等你回来我就跟她们说 你是我女朋友叫李年欢 让她们请你吃饭 这还差不多 等我呀 去见了你的爸妈之后 我也接受我爸妈跟你认识 然后到时候让她们也见面 好吗 好的 亲爱的 那新年快乐 爱你哦 我也爱你呀 爸 姑姑 姑父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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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姑姑 这我姑父 来来来来 我爸 叔叔好 你好 姑姑好 姑父好 你好 你好 哦 是苏总是吧 哎呀 闺客闺客 快快快 里边请 里边请 对对对 走走走走 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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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您别那么客气 您叫我苏玉就可以了 哎呀 那我这起来的比较临时 所以没有时间买礼物 然后就在机场的时候 买了一些围巾给你们 不用怕 你看你客气 你们试试 叔叔 你先来 给我呀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对我们家需要的关照啊 你客气了 来 姑姑 你也有 破费了啊 你看多不好意思呀 应该的 哎呦 谢谢 谢谢 姑姑 啊 来 呦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过来来 过来来啊 李姐姐 这大过年的我怎么在我家 客厅看见你了 欢欢 你来 你也有 什么情况 哦 不了 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 拍照喜相 来 谢谢 谢谢 来 哦 许阳 你也有 啊 我自己来好了 我给你带 呦 佳安来了 哦 那个欢欢 你给你舅舅买的东西 落在我家了 我给你送过的 我就先走了啊 哎 哎 等一下 怎么会是我买的 不是你买的吗 而且你不是说叫你们家吃点烟饭吗 上哪儿去 对啊 对啊 来都来了 看 怎么能不吃饭呢 其实是 哥 老李 你去厨房帮我这儿啊 好好好 哎呦 来来来 所以 你们年轻人啊 你们在一块儿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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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这意思啊 啥这情况啊 你的俗众不亲自来 还有其他意思吧 看不懂的 哎 哎 没关系 来了就是给嘛 哎 哎 而且不管这样说 人家也是需要的鬼人 我觉得我们把我们 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 是 是是是 玩的事情 我们搞不懂 按个个个人去解决的事 有的有的 年轻人的事情 直接解决 好 文反文反 把你给挤短气 好 好 你说话不算数 你放心吧 我来不是为了需要 是因为许叔叔的身体不好 我之前欠他的 我就是过来陪他吃顿饭 你不用介意 我一会儿就走 就因为叔叔身体不好 你就来了 你心里当得怎么想呢 苏总 我心里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吧 你在乎的 不就是我行动上 这么做吗 我的心 我自己都管不了 别说你了 我就是不在乡 我自己都管不了 我也是为了 我自己都管不了 你也不在乡 你都管不了 你吧 我去到乡 你爸都管不了 你个比较男人 我非常快 你个人都管不了 你 我已经相信你 你好 快递 这个时候还有快递 你好 你好 张女士是吧 是我 这是您的东西 我没卖东西 这是郝先生给您下的单 谢谢啊 麻烦帮我关一下门 好 谢谢啊 再见 我的妈 你厉害